尊敬的上悟下道法师 上悟下行法师 各位法师 各位嘉宾 各位大德 大家吉祥 那么 阿弥陀佛 关于老和尚对世界和平 开示的应用与方向 老和尚曾经讲一句话 叫做世界和平教学为先 那么在联合国教科院组织 静空之友社的办公室 老和尚常常在讲 怎么样才能够世界和平呢 一个大原则就是回归教育 回归伦理教育 道德教育 因果教育 圣贤智慧的教育 在东方而言是圣贤智慧 那么在西方而言 就是宗教的爱的教育 这两个教育是一样的 我们在东方也说 中国传统教育的目的 就是要保持父子有亲的亲爱 一生不改变 而且还要发扬光大 来爱一切的人 所以圣贤智慧的教育 也就是爱的教育 那么在西方各大宗教都是讲到爱 用爱可以来和谐一切的宗教 所以圣贤智慧的教育 也就是爱的教育 那么关于要回归教育 其实刚才QE已经为我们做了最好的总结 那我们的两位法师 也把新法传授给我们 而且我们也了解 他们都是亲身力行 在承传老和尚的这个落实 那我们这几天呢 其实也是把老和尚 在对于回归教育方面的落实 也都谈到了 包括给教科文组织的大使 做出这个实验 在卢江汤池做的和谐社会的实验 也是回归这四种普世教育 在新加坡团结宗教 让新加坡成为宗教和谐的 一个研究的中心 在澳洲图文巴团结宗教团结族群 那么图文巴市民主动发起 要把图文巴打造成 多元文化和谐示范的城市 乃至于到老和尚 不仅在新加坡 也在马来西亚 印尼 还有所到的国家 也都在做团结宗教的工作 那么老和尚还出版 这个世界宗教是一家 宗教经典360 神爱世人 这些书 也都是希望促进宗教 互相学习 所以老和尚 为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 不但有理论基础 而且有表演 就像华言经一样 那么这个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条路是确实行得通的 人性本善 人是可以教得好的 如果我们回归这四种普世教育 把人都教好了 那么事实上 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 我们从老和尚的言教 身教 看到这样的榜样 也从老和尚的弟子 我们的悟道法师 悟行法师 还有我们的 其他的法师 还有居士 也包括QE 我们这几天 也看到他做得非常的好 那么 都给我们很大的信心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自己 要从我们自己的心里 从我们的思想言行 开始做起 相信呢 如果我们每个人 都按照老和尚的教会来做 我们一定能够活在一个 和谐的社会 一个和平的世界 那么圣庙就简单的 跟大家报告到这里 谢谢 谢谢 谢谢